接下来在销售这里面 我们要继续来观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资料呢 还可不可以换另外一种的算法 在这个地方针对这个资料表 资料表格呢 我可不可以透过新增量值 新增这个量值 它就只会增加一个 数值 增加一个数值 例如说我们把这个名称就叫做总价2 总价量值好了 总价量值 这样大概就会比较了解 这只有一个值 跟刚刚资料行 总价行不太一样 稍微让你们知道一下 所以这边总价量值等于什么呢 这边我们就要学另外一个韩式了 叫做SUMX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透过SUM来算 你透过SUM的话 要把每一格都先算出来 再把它整个加总起来 因为SUM是什么意思 SUM是不是一个每一个数值都要加总 那问题是现在 如果说你直接输入什么 这个SUM 它会变成是怎么样 它就变成说 我们就不知道里面应该要输入什么了 因为你看 在这里面 SUM 它告诉我们说 SUM是什么 将资料行中所有数字相加 所以你是不是要放所有的数字 那这个时候只能放 我们不能放储存格 以前放储存格 例如说什么 假设这是K2 K2储存格到什么 K2000 这是不是一个整个范围 整个所谓的一个栏位名称 这边只能放一个栏位名称 所以SUM只能里面放这个总价 可是万一我没有总价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SUM来算 我们用SUMX SUMX它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它可以传回这个整个资料表 整个这个资料表里面 每个资料列 每个资料列就是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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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要放一个资料表 我要放一个资料表 放什么资料表 是不是销售这个资料表 好所以我们就直接输入一撇 然后去找资料表 一撇是呼叫资料表 一个中瓜湖 中集合湖 那是呼叫染汇 所以选到销售一撇 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运算式 那就是这个销售资料表里面 拿两蓝相乘 当然就是数量跟我的单价相乘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叫中集合湖 单价 就直接放上去 乘我们的中集合符号 我们的数量 然后右刮湖 注意哦 他这边右刮湖 他会把 我现在是不是右刮湖 数量后面有一个右刮湖 这个地方有一个右刮湖 他会跟前面互相呼应 然后接下来叫Enter 当我们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这个量子 他前面会变成什么 他前面会变成一个计算机的符号 这个计算机符号 代表说是经由 那个新增量子算出来的 那跟刚刚这个总价 总价是透过资料行的方式算出来的 不太一样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这两个做图出来的结果 那当然就回到报表里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总销售额好了 所以是不是透过这个文字的方式 然后点选什么 总价 他会自动帮我把每一格去加总 所以他需要跑一点点时间 每一个都要加码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点它 点空白地方 我一样透过这个方式来去做 稍微注意哦 我只要打勾 他就马上算出来 因为他已经算好是那个数值了 他只是把它直接显示出来 有发现这个之间的差别吗 答案一定都一样 但是这个方式 比较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第一个 你到时候资料表这边会 资料表里面会有很多蓝 第二个 他必须要在画报表的时候运算 可以哦 这跟刚刚我用这个量值的方式 不太一样 一个是用 他幕后帮我们做ACOM 一个是他幕后帮我们做ACOM 好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请你们动手去 自己计算SUMX 这个函式 再给你们看一下 SUMX 我是怎么做的呢 点一下它这边它就会出现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总价量值 谢谢 小心 嘛 세 谢谢大家